大家好 欢迎来到薇薇的股市四房菜 我是薇薇老师张真薇 薇薇薇 今天还不错 3月的第一天 第一个好的开始 开低早高 还有最主要是廉价收价之后的第一天上班日 所以我相信今天的交易量又放出来 今天量还不错 有2543亿左右 那今天很漂亮 开低走高 对不对 开盘就在开在最低 但是收盘大涨了将近百点 上涨了94点 所以今天这个盘是涨的是什么 呈 呈现的又是什么 对于淡淡的三月天 接下来台北股市热闹什么 其实都在我们今天的四卡上 大家一定能够想象得到 薇老师一直在提我们这段时间 光是最近这个波段 哇千元俱乐部啊 果不其然的创意 真的很有创意 包括今天像是联发科联电 甚至这个波段 薇老师一直相当看好的高丽 漂亮 都有不错的表现 所以今天 我们要跟大家整合一个重点 也就是三月的一开始 我们要告诉大家的是 除了今天这些创新高的个股 波段创新高的个股 还有接下来会有哪些 会再创新高更重要的是 那我们在三月份相关的布局 而且相对有清明价格 到底薇老师都布局哪一些 来进入节目的一开始 不要忘了 在薇薇老师头上 这边非常大大的QR Code 对不对 大家可以看得到 大大的QR Code 那这些部分也是我们的GoGoRG 有很多人给我们反映 说我们这个之前的QR Code 它不太能够用手机扫扫扫不起来 那我们就放的大大的 我们希望今年 金兔年 大家这方面相关布局的行情 其实不管这个指数是盘跌盘折 或者是先蹲后跳 这个都不管 最重要的是哪些股票 在近期之内 你掌握在手里 它的个股会涨 你有赚钱就好 而且我们希望不只是赚加差 而且能够赚波段 而这个波段 我为老师给大家的持股 不仅又创新高 在今天 接下来我相信在三月还会再创新高 那更重要的是 接下来我们现在正在布局 要代价加进场的又是什么 我们今天公开公布给大家看 那我们希望我们的会员朋友 除了知道这些个股之外 最终还是什么 上车的时间点 以及下车什么的时间点 你才能够真正的赚得到钱 否则 股票值真的如果这么好操作 自己做做就好 问题在于 你自己操作赚得到钱吗 我们希望大家不要浪费目前为止 现在一个大好的行情 来 我们进到节目平台 别忘了 除了这大大的QR Code 这是一样的 一样的 那这个light at的QR Code 威威老师现在就只有这一个官方的 威威股市私房菜 我们希望每天我们帮大家端出来的私房好菜 私房标股 都是大家买的安心 而且能够赚钱赚得开心 最重要的是不止收割一次 接下来还有一个波段 那这些部分如何让它不断再创新高 直接拨电话进来问最快 0800370888 0800370888 威威老师很有把握 你只要拨电话拨的进来 拨进来之后接通一定能接通 威威老师的本人 而且基本上我相信我们爆炸股票 基本上一定能够让大家赚得到钱 赚不到钱一定是进场跟出场的时间点 除了一些问题 所以威威老师的盘中扣讯一定要收 那在这里面 我们的178 在这个我们廉价之前就已经告诉大家 这个专案 我们后来也恭喜大家 今天我们有新上车的一些会员 就是为了我们在新上车的会员 威威老师要告诉大家 其实不要以为 这个大家耳熟能详的股票 或者是没有听过 而觉得有很多糊液的股票 我说实在 不是威威老师要大家 这个梦一块步跟着进场 不是这样的 而是要跟大家讲 为什么这些个股都是威老师看好 3月份 它基本上还有好一波行情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掌握到产业的主流 所以178 红兔大展的这个专案 我们欢迎大家密码进来 第一个爆发 178 那接下来 我相信大家赶快把你手头边的这个股票 跟威老师也交流一下 让我们的团队帮你赶快做持股见证 然后整理完你的股票之后 赶快我们可以一起上路 才能够在金土年好好掌握这个相关的行情 来 在这里面 我们要跟大家报告的 最重要的是今天台股的指数 今天我们已经跟大家讲了 今天说实在很多的情况 我相信在廉价之前 大家都能够一直搜到讯息 也就是因为在2月24 也就是上周五 这根上周五 好 这根黑K 它的尾巴的时候 大跌了110 111点 那量也大 量也有 我记得2760亿 已经是这个波段 算是相对的交易的大量 那很多人会觉得在这个情况之下 嗯 情势不好 好 那再加上这几天 在我们没有交易的两天 礼拜一跟礼拜二 今天是礼拜三嘛 廉价收完盘回来之后 大家会觉得美股的情况不佳 所以大家都特别小心谨慎 那开盘的时候 果不其然 这个台指期其实是大跌上百点 果不其然 这个台股也是开最低 哇 在大跌上百点之后呢 哇 速一下 一下子 开盘开最低 收 基本上就收的最高 在这里面 上涨的这个幅度 我说在常常 你会发现 只要掌握 对的一个时机 它的节奏 掌握对了 不仅一举收复 好 不只是月线哦 不只是月线哦 其实五日线 十日线 一举全部都收回来 等于算是 所有均线 基本上都是收在脚底下 今天台币还是扁的 而且扁幅也没有算太轻 扁了1.089 收收在30.588 好 所以整体的情势 你可以感受得到 今天我相信 国家队其实有在场内了 因为今天最主要 都是大型的一个全职股 特别我们台积电今天算有稳 因为本来我老师有点小担心 他这个ADR在我们休假的期间 台积电ADR 大家还是有点点 心里有点七上八下 对不对 但是今天我觉得台积电还算晚 尤其是开盘 台积电联发科 这两党各国相信 今天对于台股几乎贡献 就已经超过 前后应该有超过100点 但联发科最后 他盘中一度亮灯涨停 好来一度亮灯涨停 那但是呢 虽然涨停板没有锁住 但是发科今天真的是很漂亮很勇猛 贡献给台股将近也30点上下了 那我觉得今天的这个涨停 其实蛮具有意义的 因为我老师在前一个波段 我们在去年时候 就已经不断给我们投资的大朋友小朋友 告诉大家 这个我们的发科 即便他在消化库存 即便这个大陆 这个中国大陆他们这个 因为我们也都知道我们的发科 实在是 应该是说大陆的一些白牌手机 什么 他们其实基本上也要搭载我们的联发科 发科的公版 他才能够运作 那其实我觉得联发科 其实真的也是非常棒的一家公司 以前威威老师 我长期在媒体的时候 其实我们长期就在跑联发科 台湾真的一流优秀的脑袋 真的也就在联发科 只是说在中国 在中国大陆 那从去年这段时间 因为全世界大家也都知道 这个不只是 应该是说 苹果手机跟非屏阵营 非苹果系列的手机 像是联发科等等 大家碰到一定的瓶颈 所以联发科在这个波段 今天能够亮出这个涨停 说实在真的不容易 它卯足全力 但是这个部分还是要跟大家讲 除了高兴之余 不要忘记 它今天其实涨停被我所住 大家如果回想去年联发科 也差不多是在这个时间 它公布它的这个 这个要发配的鼓励 去年也很漂亮 去年也是一口气 我记得也是发了大概七十几块 而且有讲说其中未来 每这个五年之内吧 每一年它都会提拨至少有十六块 这是最基本 最基本十六块 那会在这个基底上面再加发 所以它的鼓励值利率是非常漂亮的 那去年一公布之后 我记得哇发科 真的是让大家整个全市场轰动跟感动 去年温威老师也真的很exciting 因为以前持有这个联发科早期 我持有联发科非常久 好那老师这个中间有很多的震荡 当然不是说没有好表现 当然都是有 但是它一向就是 除了早期 后来这几年 哇发科要这个涨停板 也没有那么那么的容易的 也没有那么长长 虽然艾西设计之王 虽然不断打败高通 可是这事情就是这样 那去年一下子攻到涨停板的时候 哇那天市场很轰动啊 如果你在当天你没有出 你接下来你就会知道 它为什么要发给你那么高的鼓励了 所以你同力可推今年的情况 它连涨停都还是没有锁住 它赚74块嘛 虽然你赚的不错 可是要发给你76块 哇要我们要给一块 给你这么好的好看的事情 为什么呢 是不是它接下来预估的到 它今年全年它的成长 就比较不像它以前力道那么强 好这个部分 我们也就讲到这里 我想聪明的 我们的各位好朋友 你任何理解威威老师的意思了 虽然恭喜大家 虽然发个我们在这个地方涨停 可是我们是属于让它 未来期待到未来有机会 好温温涨涨个不停 好 那今年的这档个股 就比较不一样了 3652它除了有AI的这个题材之外 那这个RFID 接下来它有一些题材在它身上 所以今天我们也恭喜我们的成员 这个上个礼拜没有追到 这个礼拜至少今天再一根涨停板 3652 我们今天有让我们的会员朋友加 好 那恭喜大家 好今天在它盘中震荡的时候 我们有让我们的会员朋友 再买进了金莲这档个股 那今天恭喜大家 所以我们今天其实要给大家主题 当然就是创新高 波段的创新高 因为什么呢 因为为什么让大家说 所谓的买的安心 因为他们基本上都是各行各业 各个产业的领头羊 那不要忘记这是一张 我们常常讲的字卡 魏老师让大家全力全心去锁定的 都是一些开大门走大陆的 产业领导股 我相信你只要买的是领导股 我相信你总有一天 会还给你公道的 那这些获利有很多都是等出来的 包括我们这个创意 而且创意其实去年 真的是让大家简直 很多的专家眼珠子都要掉出来 不是长得不够好 而且长得太好 那我们也在去年 除了虎年这波段我们不讲 我们光以今年在2月6号是晋级了 对不对 已经不是去年 好这个五六百块那段时间 而是今年我们光在八百块 让我们的新会员照样 我们都有以808到810买进 来各位我们速速的来盘点一下 今天在魏魏老师 就是魏魏家族里面的持股 创新高 光是创意这档 千元俱乐部已经跟大家拼透了 2月6号 那今天3月1号 马上就要满两个月了 这段时间简直是 创意简直太有创意了 从810一直到今天 1180 光是中间的价差 370块 一丁创意 就能够让我们的会员朋友 我们的尊荣跟特别的会员的朋友 当时你有买进的 哇 包括我们的清代会员 哇 这档创意 一丁创意 你就有37万的一个获利了 所以我觉得 这个有些时候 有的买对个股 坦白讲 真的是有多重要 真的是 那在这里面 我们也不是说 你只有一次的机会 但是我觉得掌握一些实际点 你看 我们在中间这段时间点 我们在2月17 好 我们不止2月6号 我们在2月17的时候 我们光每张字卡 你光看这些字卡 好 2月20 我们再跟大家提到创意 好 这些都是 你可以上册时间点 为什么 因为1180 在今天创意 我们不止很早 就跟大家预告 对不对 跟大家 2月6号就跟大家预告 他觉得会是个千元 俱乐部的成员 因为台积电的关系 好 那在这里面 好 你光看前面的这几张 每一张我们放在封面上的 都是一个进场实际 因为1180 创新高 你在这个价位之前 他通通在所有的价位 通通都在今天 好 通通都是赚钱 因为今天已经创下 创意 这个上市以来 有史以来 最高的 记录 1180 所以啊 你与其在那边等半天 不如我们真的是 你光看薇薇老师的字卡 都会赚到钱 你以为 已经到顶了 不太可能再往上更高 NO 创意会再创新高 那当然 他现在是晶晶掌 所以这段时间 我知道 之前我想 我们有很多的 维加族的成员 你们都有听到 我老师跟各位讲 不管怎么样 我们现在不是说 要大家进场 再去进创意 我们只是跟大家讲 我们光是 上面的字卡 我们讲出来的时机点 如果各位 有新的成员 进场去 这个抄底 进场去抄创意的时候 你都有机会 在今天 至少你都是赚到钱的 那 但是你如果中间 在这段时间点 你去空创意 哇 因为创意啊 这个股东会啊 你要留一家的时间点 我知道 我们有 有一些老师 市场上 有些老师 他让他们的 这个会员朋友 去空创意 哇 这个在这个波段呢 你光是嘎就嘎死了 这个 这个一张现牌 五十几万的 这个真的都不知道 要怎么去处理 都远超过 缴的会员费了 甚至都远超过 清代会员费 所以这个 这个部分 这个每一次的一个决策 真的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决策点 所以我真的觉得 这个很多事情 必须要谨慎 特别是这种嘎空股 那你要留意一下 创意它的股东会的时间 没弄好 真的是 真的赔了夫人又折兵 那光是这一档 我们讲的创新高 波段创新高的联发科 六百三 我们在去年的十月三号 那时候我们就已经跟大家讲 二零二三年币涨股 我们是抽当时 我们跟大家讲的 那你在一月五号的时候 我们在今年呢 好 我们十月三号 那个波段更低的价位 我们就不提了 我们现在以一月五号六百三买进 光是六百三 一月五号 今年呢 二零二三年到现在 好 那个波段 再创新高 今天这个795 光中间的价差 我们就有165块钱了 那在中间 我们也是不是也有 一月三十号 不止一个时间点 一月三十号 也一样 有联发科 好 一月六号 我们也跟大家提到联发科 一月十二号 这个部分 我们也 这个 错了啊 这个地方 反正一月份的时候 我们也不止一个时间点 跟大家报告到联发科 而如果7月 如果是已经795盘中涨停 一度涨停 对不对 发科今天很勇猛 因为他宣布他的这个 配发股力的这个政策 但是我们已经破题跟大家报告 我们并不是要大家 一直不断去追联发科 而是说 大家还是要留意 他为什么要配这么高的一个股息给你 好 那他的这个殖利率 哇不得了 也有10%之多 好 那以这个台股整体的这个殖利率 了不起大概就5% 那我们的发科 这么的大方 你就知道说 很可能怎么样 很可能他今年的股价 好 在这个股价 他的成长性上面好 我相信他某些部分也是给他的股东们做一个 尤其是资深股东好 或者他的员工做一个 嗯 一个相对的保障吧 好 我们讲的比较这个中肯一点 相对的保障 所以我觉得 联发科这两个股 我们只能说 他是自由股 你如果再期待他接下来 啊并不要给我一直往上面炒这个 涨停什么 我觉得很多的事情 我觉得他已经给你这么多的鼓励了 好对配给你这么大的股息 我会觉得说 有些时候 微微家族啊 幸福知足 那我们希望说 我们给大家提供给大家的自由好股票 我们就知道说 他已经给你不错的一个股息鼓励 那么接下来 我们只希望他一个稳定的成长 但是是不是能够惊人爆发的像创意这样子 我倒觉得 嗯 短期之内哈 并不是说完完全没有 但是我觉得那个过度期待 其实真的也没有太大的一个这个表现 因为毕竟他已经先从股息里面 先给他的supporter 他的这个投资者 一个很不错的一个 很juicy的一个鼓励了 好也算是一个不错的鼓励 那还有今天波段创新高的像是联电 联电12月好 1月12号 好我们礼拜 这个1月12号这一天 我们用45块 让我们的新的会员买进的部分 我也跟大家讲到 我们联电这档股 涨的不停 涨的不停 也是我们的自由的五虎降 那在今天3月1号 好礼拜三 盘中高点 我们一度也来到了51块7 这段时间我们的波段价差 也有6块7毛钱 好所以我们也让我们的投资朋友 我们不止一个时间点 2月8号 我们也跟大家讲 我们有公开操作联电这档个股 好所以这些部分 都是我们不断累积 我们希望有些个股 私有的个股 开大门走大陆 让大家想要进更出都有链 好这样子一个个股 而且连家军最近表现不俗 其实必须要讲 他也相对的很勇猛 二哥也很厉害 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我们的观众 你可以知道 光是看威老师的股市四方财的刺卡 你都能够可以有机会可以赚得到钱 那除了连电之外 哇那今天波段创新高的 个股里面还包含了有高丽 高丽这种热交换器 Blue Energy 大家如果认为只有这个题材 那恐怕就是小看了高丽 那么接下来 其实我相信这一期大家可以看到 包括伺服器的题材 像信华这个病病牛 那一个股王动不动就在那边搞涨停 就知道说这个部分 这个背后的一个双肌 它的未来的成长前期 在今年会有多大的一个成长空间了 那在这里面它在做热交换器 它在做进入式的一个 这个帮忙做散热 进润式的一个 这个跟水方面有关的一个散热的一个题材 在这里面高丽其实就这个议题跟题材 在12月29号的时候去年 去年底 这个新春 这个去年底 就是新春要封关 这个新年要封关的时候 这29号 我记得那天我们带大家 还在进行高丽 让我们的新的会员朋友 用163块 因为高丽其实很不错 那之前我们带大家几次操作 但是我们讲的是已经是近期的 让我们新会员朋友 这波我们再进 163块买进 今天在3月1号 礼拜三 250块 光这个波段的价差 各位 光是这将近三个月里面 这三个月的时间里面 就至少两个月了 两个月 两个多月 我们就有87块5 这方面的价差 所以今天跟大家讲的 我们的字卡 也等于是让大家证明一件什么事情呢 其实我们报给大家的这些相关的持股 都是波段持有波段创新高 各位你不仅是赚到中间的价差 其实我们如果这个我们有些部分 我们的特别的会员 跟我们的尊重会员很多 包括我们五位老师 我们的旧会员朋友 那很多人也不只是只有持有一张 当然联发客的我们比较高档高价的 数量没有办法非常的多 相对的 但是这几档个股 我们很多也都有中低价位 有100多块钱 所以我相信 光是这个波段 这几档个股就能够让大家赚 哎 我跟你讲 没有30% 这是不太可能的事情 如果你这几档个股 你都能够拥有的话 那在这里面 我们也让大家知道 就是比如说像是中兴店这档个股 也是接下来在这个三月份 我老师认为它还蛮有机率的 三月份的部分 我老师在今天早上我们自己内部的那个会议 我们的团队 我们也里面都有提过 三月份非常重要是什么 是接下来 和尔厂 它的这个机组 这个有所谓的要除异 这方面的问题 三月十四 这是之前我们就好几次跟大家讲 但是三月份马上确定要发生的事情 那么所以我觉得接下来 这个像以中兴店或高丽 这种这个能源 三能嘛 绿能 节能 除能 相关的这些类股 我觉得这个部分 我老师认为都会有创新高的一个可能性 那当然 私安 私通 军工 以及包含像是联酉 我们的也一样是联家军的 这个出口面板IC 好 那有打入这个苹果相关的供应链 新的OL面板 好 这个部分 温老师都 这个把这几档个股 我们简单的整理一下就好 比如说像是中兴店我们的老朋友 那之前52块 11月10 去年11 光棍节的那个波段最低 我们在12月29号 我们也让大家79块7 这个波段也有进 那么在2月13号的部分 我们大家也都有进 对 中兴店 那么在 我们前面有讲到高丽的部分 那么在这个中兴店的部分 跟高丽我们一样 都是认为 接下来 它不只是这个波段 我相信在3月份这个波段 还是非常的有机会 那中兴店 当然它在前一波段创高之后 前高是97块5 那今天96块5 温老师 还是跟大家 再报告 我相信这档个股 盘整休息一段时间之后 接下来 要突破 要过前高 97块5 到三位数字 我觉得指日可待的 那光是 去年光棍节 到现在 44块5 中兴店 光这档个股 那而且 今年它有很多次 五位老师已经非常多次 我们都不断的 跟我们谈这一档好朋友 五位老师认为 三月份 接下来还会再 创新高的 就是这一档中兴店了 1月3号 我们在低点的时候 67块 这个部分有进 那么 2月9号 79块7 那这些部分 都是我们的老朋友 我们到时候 just wait and see 我们来检视 是不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么 联酉正当个股 除了去年 10月3号 那我们215块 买进 我们也当时有讲过 必涨的联酉 这一段 这种大牛股 最近这个波段 也非常的猛 前一个波段 是425 我们跟大家预告 从中兴店会过前高 这一档 联酉 欧文老师也认为 我们研究团队也研究过 今天3月1号 他是来到419 那中间的波段价差 从去年到现在 我们已经有204块的一个价差了 但是欧文老师相信 接下来 他到425 过前高 好 我相信 绝对有很高的一个机会 那么只要联酉带头的时候 就这个 这个你可以感受得到 电子股相关的讯号 我们已经好几次讲过 我们就不多再重述了 但是我们只跟大家讲 除了去年双棍 这个单 光棍节 那12月27号 我们让我们会员朋友 有机会进 311块5 好 那这些部分 到现在都持续在攀高当中 那么还有创 有机会再过高 创新高的 我相信就是3454 就是金瑞 好 他也是一个非常伶俐的 一党个股 那么近期只要地缘政治 这个军师 这个相关的一些部分 这个军工股 这个资安股 我相信都是 这个3月份 我相信还有机会再创新高的 那如果以金瑞来讲 钱高是254 好 今天呢 已经来到243块5了 价差 好 中间这一段时间 我们从所有29 190块买金 现在 累计价差又53块5了 但是金瑞已经 就这样行情把布吗 当然不是 就跟高丽 就跟前面我们提到的 像是包括中心店连勇一样 五位老师认为 他还会再创新高 而且避过前高 254 我们到时候 我们都先把 这事情讲到前面 到时候我们再来做印证 好 那金瑞 这档个股 我们也不止一次嘛 那除了我们之前 讲到的时间点之外 10月28号 好 这些 我们前面每一个 我们印证给大家 大家你想去看 五位老师 之前我们录的股市私房菜 我们光看封面 都能够让大家赚得到钱 好 那接下来 我们除了波段 我们有赚了价差 我们除了短期 有做了价差 波段 我们也获得了 赚到了一个波段的一个 价差之外 那我相信 接下来 布局的部分 也是我们投资观众 我们公开咯 好 这个波段我们有跟 葳老师也跟大家讲了 我们现在已经陆续在布局 不论中心店第二 或者是具有科技 那么接下来 我们挑了其中的 相对的 这个价位 我相信是很多的投资观众 各位 比较手头边 都有机会可以入手的 比如说 像是艾讯 艾讯这档个股 这个3088号 那我们在23号的时候 其实陆续有让我们的会员朋友 在67块5到68块5来开始布局 那今天已经来到了71块9 那情况呢 还没完 现在价差3.9 3.9块钱 但是当然 我相信 这个方面的布局 你可以跟着葳葳老师 入手来操作 那还有呢 康书已经是这个波段 在今年农历年的时候 康书大标一波 那接下来 我们在2月15的时候 我们也让大家在过年之前 36块45到37块5 这个波段 那过年 这个农历年后 好 这个让大家 这个是在农历年之后 我们就有在让大家再布局 他已经飙过一段了 但是我相信 在除能节能 这方面 康书必大有可为 所以这个波段 我让我们的会员朋友 都先不用急着出 难免盘是会上下 但是不用担心 不用担心 康书这一档个股 今天40块25了 但是我相信 他必过前高41块5 好别急别急 目前的价差 30块25 3.25元 但是为老师带给大家的 我相信 接下来 陆续往前进 我们勇敢前进 你就会知道 接下来这个布局 到底我们 后面的布局 它到底是一个波段 会怎么样的一个成长模式 那今天也恭喜大家 我们这个金莲 3652这档 我们今天 我们就在今天 今天我们让大家 也进场去布局 30块2 到30块65 我们是用市价买进 有些时候不用他去斤斤计较 这中间的这些 几毛几块 但最重要是接下来这个波段 好 那金莲这档个股 它有AI的题材 好近期大家也都知道 像创意等等 他为什么最近这么的飙 具有科技 为什么这么的飙 就是因为AI 好 那今天我们 让我们的会员朋友 我们在进了这档个股 也非常恭喜大家 说扣训的人 如果你有去执行的话 那么今天 其实我们在尾盘 往后尾盘 又再攻到了掌停板 那么接下来 它有RFID的一个行情 未来我今天时间比较有限 我们希望说 今天讲的比较细比较久 我们只是希望 我们的会员朋友 能够掌握一个好的时机 因为很重要的部分 我们的相关的布局 不是要让大家只赚到 一个两个这些掌停板而已 不是 它是一个产业的布局 重要的一个波段的一个开始 那么接下来 像这样的一个个股 大家都担心 哎呀创意这么高 上千元我买不起 其实谁说要AI 要相关的 这个聊天机器人 非得这么高的一个个股 其实还有很多的相关值的布局 只是讯息 一个一个准备要出来而已 所以跟着威老师 你就等于掌握了台股的节奏 跟着台股的节奏走 赚钱是一定有的 主要是你很多的事情 你到底这个买进跟 主要买进的时间点 那如果你有掌握住 你有跟着威老师的字卡进 问题就出在 你有没有在对的一个时机点 高档做调节 怎么调节 什么的价位才是最好的时机 过去来不及参与 没有关系 真的 好股票很多 金途年机会多多 现在就赶快拨电话 080037088 请跟威老师来 威老师的持股 都让大家抱的安心 而且能够转波段 价差 转到让自己开心到不行 所以明天 今天当然拉高 这个台指期拉高结算 明后的情况 就算有震荡 又如何 最重要是我们的个股 我们安排给大家的个股 有转 最重要是我们转 让大家不仅有涨停 而且涨个不停 同样扫进上面的QR Code 或直接拨电话进来 0800370888 我们最重要通关密语 178 威老师一定要带大家一起发 这是威老师 今年下定决心最重要的目标 OK 好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 拜拜